我是陳愛妮,大費周章了,坐飛機,坐車子,來到這個武家聖地澎湖 然後呢,這邊坐的是我的老朋友,莊麗珠,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我是澎湖23.5蝴蕾民宿的民宿人 大家叫我新營娘子,你可以叫我本名莊麗珠 本身本土的新營的人,又在這邊建立了很有知名度的民宿 我就產生了一個好奇的問題,就是說,你自己就住在度假聖地 請問你會想度假嗎?你也會出國嗎? 就是啊,因為我告訴你,什麼叫旅行? 我講這句話,很多人說什麼話實在是酷弊的 旅行就是你在一個你呆膩的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呆膩的地方 就是每個人的地方,比如說他原來的地方不好,他只是呆膩的 然後去到那個地方,那個人覺得說你來幹什麼 我其實覺得這個地方也沒什麼嘛 對啊,我每次跟他們說,我要去度假 度假各地的人會回想度假嗎? 對,他說,蛤?你不是每天在這裡度假嗎? 你要去那裡度假? 我去年,其實當很累的時候去找一個地方 讓自己重新再放口 對不起,澎湖已經夠荒涼了 你還有夠荒涼的地方,要怎麼樣放口? 我經過台灣海峽,再跨過中央山脈 又經過太平洋,到了蘭嶼去 聽懂了沒?澎湖人度假的地方是蘭嶼 下一次去蘭嶼就要問你們度假的地方是在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子? 總是想要逃離這地方 是家族聚會嗎?不是 沒有沒有,自己一個人 一個人酷,一個女人 OK,選擇了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然後去幾天? 反正是去三天,就變成一個禮拜 飛機不飛船也不開 那旅館有給你免費住嗎? 還好還好,反正那邊也沒人住 就繼續住下去 有沒有增加費用? 當然就是算你住的費用這樣 OK,那麼人家都說嘛 風景民生區的人,人家都會說好山好水 他們都會講一句話,好山好水好無聊 聽說就是一個島 然後彎島是很容易的 結果我們都是一下子就結束了 然後有跟蠻島一樣 然後就坐在四周 中間是一個原始森林 就這樣,對 那很無聊 那個 喔,你是去放空的 你就是要無聊 對啊,因為好像玩什麼 是 就跟在澎湖亞也是看海 不是差不多是海嗎? 他們海跟我們還不一樣 喔,真的有不一樣? 對啊,他們的海是斷面的,生的 喔,斷癌的 喔,OK 所以就是不能跳進去 也不能去減羅 他們還是還是跳了 只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海 我看下去深不見底 有點... 那你跟我一樣都是忙到不行的人 欸,七天喔 被關在一個島上面 你做了什麼事情講過? 聽一下 嗯 大家都覺得很無聊 但我覺得很有意思 嗯 我每天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騎摩托去機場 然後看看今天排隊排到第幾個 數一數 我就回家了 喔,這樣喔? 然後我就數上 那班如果正常會 被瓦斯到基地看 然後去 欸,有沒有費幾萬 我就知道我今天還會不會再舉行機場 哇 然後 我這天有經歷過很多 其實我就跟他們幾十多在一起 我去學來植物 來舞藥 還有 遍地 遍地豬羊 還有 你不要忘記要講 還有大便 哈哈哈哈 你講 真的是遍地的黃金 是遍地的黃金 對啊 你覺得很不錯嗎? 對啊,那個豬 他們是養的是迷你豬 迷你豬 迷你豬是黑豬 小黑豬 你這時候台灣土狗 要再矮一點 嗯 我看過 對對 那是他們很珍貴的 他們是只有 祭天 謝罪 才會殺豬 殺豬很大事 所以那個豬是很寶貝的 那豬都當豬的 然後 然後這樣多多秀 我看一隻 走了 拖了兩根內內 不是兩根 兩牌內內 然後 下面的小豬這樣 咬著奶頭 還弦著奶頭 這樣拖著走 好好笑 你們拍照下來啊 有啊 這個要我們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然後 你真的就跟當地的人住在一起 對 那他夏天 你也夏天 我跟他夏天 他們有這種東西嗎 因為他們是種芋頭 跟地瓜 地瓜 只有這兩種 還有上這裡的山藥 嗯 那你就做了兩個 一個禮拜農夫嗎 沒有 我是每天過不同 有一天是跟他們去種地瓜 種地瓜 種地瓜 種地瓜需要種嗎 這個菜場 也 十塊錢就把多地瓜 沒有菜市場 還有沒有菜市場 對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種地瓜 然後 他種地瓜去啦 然後 他就先坐下來 我說 我們要種地瓜嗎 你跟誰去種 跟那個 現在 鄉長的那個大嫂 是他主動找你還是你實在太無聊 對 他去種地瓜 我說跟你去 那說好 然後我就去種地瓜 然後就坐下來 種個菸 種個檳榔 攪一攪 我說不是要種地瓜嗎 他說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我說地瓜咧 他說 他沒有講那句很經典的話 你急什麼 那個是 我第一天開 第一天去的時候 阿飛我開車車載 他經過路口 那個橫的路口 下路 下路要下去 下去的話 那路口擋了一部路吊車 那時候在收廢物金 嗯 那飛我收廢物金 其實他只要稍微挪一下 我車就可以轉過去 對 那他如果挪 那幫開車的那位先生 他也就坐在車上 就等了十分鐘 啊 十分鐘 然後我說 他又沒動靜了 要等路 我要下去跟他講一下 他說 急什麼 我不是要去生孩子 等一下 很經典阿 等一下有什麼關係 以後我會跟人家講 急什麼 又不是要生孩子 所以人家地瓜已經在那 也不會跑掉 你急什麼 對啊 結果人家就在吃檳榔阿 真的是慢活 真的是慢活 他慢活 他等了好 我跑之後 其實你知道嗎 我覺得 他就挖地瓜嗎 還沒有 他很農業 就是 我那說地瓜在哪 好像在那裡吧 你是說他起來先喝 吃地瓜 先吃檳榔阿 先吃檳榔 先吃檳榔 然後呢 吃了檳榔口渴 他順便吃個早餐 他就拿個 包包拿套館麵包 麵包 吃完之後 想要再喝喝水 水沒有了 然後 他不是在哪 就翻翻翻翻 他上次來有攀拼在這裡 很難以大聲 對啊 他又翻轉又喝喝喝 然後我說地瓜在哪 他說 好像在那邊 那邊 我說好吧 那就在那邊 我看過捲這一片野草 然後他就開始 拉這個地瓜棠 抓到頭 抓到 抓到 抓把把把 又休息 所以姑娘 你們不是去種地瓜 你們是挖地瓜啦 對阿 好那就挖了 然後收穫如何 收穫 他的地瓜 都是 都是2分之1的 3分之1的 蛤 殘破不堪的 對 完整的不夠 是不是他的工具不好 還是怎樣 當然挖到的 有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本來就 被老鼠咬的是 現在給 被老鼠咬了 他就表示油漆organic 沒有下農藥 那個老鼠也沒死掉 然後那個有機的東西 那天然的動物都回去吃 他就知道地瓜要買蘭嶼的 而且要買不完整的 老鼠吃瓜 然後你這個人就有生意頭腦了 然後跟他做了一個建議 我說這地方怎麼樣 他說那老鼠吃的 我說老鼠怎麼吃你瓜 很奇怪耶 確定吃這麼小隻 今天比較好大隻 我說他吃點地瓜 但是長得很大隻 而且很肥啊 對很肥啊 organic 對啊 我說我告訴你 你齁 這個吃地瓜的老鼠就是甜酥 煮三杯的老鼠 很好吃 客人一定喜歡 我說叫他自己吃 我不敢吃好噁心喔 我說那煮給冠冠客吃 三杯的紅燒清燉都好吃 他說 我不敢 那個老鼠吃在地上 我看他想吐 然後 然後 如果我煮那個老鼠的鍋子 我一定把它丟掉 我連鍋子都掉 哇 他這個連思想都是organic 啊 然後都是veget 素食的人 對 你不要講喔 那檳榔是素菜喔 是素的喔 我好像說 欸 因為他是 弄那個 吃個檳榔的臭根葉 我說 所以 所以 住在澎湖也真的體會到 什麼叫真正的漫國 比我還慢 那你這個七天的旅行 你印象最深刻了 你跟我們分享 然後你的感觸是什麼 啊 我覺得 真的很急什麼 又不是生小孩 對啊 急什麼對不對 沒想有什麼關係 結果你本來說要一個人去放空 結果真的有放空嗎 有啊 你是看到那個殘破不堪的地瓜 你就醒過來 哈哈 你知道我當時就那個地瓜 哈哈 他怎麼料理的 水煮 喔就水煮 那我們吃了飛魚乾 什麼 那個賀珍的魚乾 全部都水煮 他們沒有其他什麼太特別的調料 水煮 那好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彭樹的民宿老闆娘 建議我們去蘭嶼嗎 去啊 決定了 我們下一次就要去 好啊 好 彭樹很棒 那蘭嶼也值得去 太好了 蘭嶼的這個大嬸 下一次就解釋一下 哈哈 我們中完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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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把它長出來 我們等它數給你好不好 啊我不要 我連那個鍋子都要丟掉 我也也是 我給你一個乾淨 哈哈哈哈 你急什麼 又不是生小孩 生小什麼關係 對對對 哈哈 哈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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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